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这段时间呢 家里面就比较安静了 因为老妈住在四栋那边去了 所以说这边就比较安静啊 现在收拾一下准备出门了 前两天才洗好的一个床单 今天我跟妈妈一起把它换上了 换上之后感觉 哇 整个房间变得好温馨 就是这一款我之前就很喜欢 所以我自己留了一套 这个就是它在自然灯光下的一个实拍图 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 这一套真的文学蛮推荐的哈 我现在是马上要准备去上班了 然后我妈跟她的老姐妹们 约着一起去逛超市 刚好就比较愤怒 然后我妈就说 把她们几个老姐妹带着一起去超市 然后我再去上班 现在她已经在电话 年纪人来了 把我妈忙的哦 你师兄跟我一样 做啥子都是最热情最主动的 又在她电话联系了 要出来一个了 大家在那里朋友们的投资本家那里 那里也是一个游乐场的 走运并广播放 怕这样走一个小时了 走不到 你怎么走不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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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 二 三 那里还有一个一共四个人 然后我现在准备 靠边停车了 任务已经圆满完成 下午好呀 凤姐 辛苦了 哇 今天又到了这么多椰子蟹啊 我刚刚才把我妈这个老街美送的好有的我去逛潮寺 好少的还很多麻一点 今天包一圈是椰子蟹吗 天呐 这个随着天气 呃 现在越来越热了 咱们椰子蟹每天销量真的是很好啊 这边都是朋友们已经订了的货 我们现在发货也很及时啊 然后这些都是单子 确实 呃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虽然呢 每个视频都在种草 但是 确确实实 咱们椰子鞋好穿 然后也性价比也比较高 现在的话可以供大家选择的颜色也比较多啊 呃 男生女生都会有自己喜欢的颜色 看 一共有四个颜色了 男女同款哦 我也要开始今天的工作啦 夏天的照亮开始了 女孩子哪里都可以胖 但是肚子和腰一定不能胖 呼拉圈给她卷起来 OK 我也收拾好了 呃 转了个呼拉圈 然后给自己化了一个妆 都妆化好了之后 凤姐已经把货全部都发完 然后也整理完了 所以说店里面有一个凤姐在 真的是很放心啊 接下来呢 我也要开始我今天的工作了 呃 今天这个视频相当于给大家记录了一个日常啊 从家里面出发 然后一直到店里面 然后再开始工作 呃 给大家简短的记录一下 然后咱们视频就给大家更新到这里了 朋友们喜欢椰子鞋的 直接在店铺里面去下单哦 拜拜 拜拜 拜拜